趁老公睡着了 偷偷拿他手机 看看里面藏了多少私房钱 问他耗点羊毛来 你们看我老公的手机 今天我来看看 他手机里到底藏了多少钱 我老公的手机总是藏着捏着不给我看 今天终于拿到手了 嘿嘿嘿 呀 还不少钱呢 再看看 哇 这么多 有一万三呢 小金够的钱还不少啊 也不知道他哪来那么多钱 天天在我面前哭穷哭穷 这里面少说也有一万五了吧 还说没钱 居然在我背后藏这么多 我得问问他 到底怎么会有这么多钱 我找他叫醒 老蛙 老蛙 干嘛 怎么还不睡觉啊 都直点了 12点半了 12点半这么晚还不失税 我就问你啊 你手机里怎么有那么多钱啊 我手机哪有钱啊 你像我是有钱人嘛你看 你不要装蒜啊 你微信里有很多钱 啥 什么 什么微信 你有发派我微信对吧 不行啊 看你微信啊 那你怎么知道密码的啊 我偷瞄到底啊 哎呦你怎么老是看我的手机啊 你给我讲清楚啊 这钱哪里来的 怎么这么多呀 你怎么老拿我的手机啊 你天天翻我手机干什么呀 你怎么会这么多钱 哪里有钱啊 我怎么都不知道 你看错了吧 你当我眼下看不见啊 里面有一万五在微信里呢 一百五吧 我肯定是老花眼了 这这都看不清 你我跟你呀 还四眼天积 一万五和一百五都放不清啊 快点说 钱哪里来的 知道了 我就告诉你啊 这个钱是拿来付付给的 什么时候付呀 月底 月底付 那你就先放我这保管 到月底还有好多天了 付你这 方言说你给我花了 我拿什么付付 那你就先让我保管嘛 我也不会乱花的 我才不能 我不放啊 哎 那你问一样小情人呢 我这么老实的人 我会养小情人啊 你啊 就看着老实 这个老实还不知道呢 你是这样吗 你肯定不是老实的人 快点给我 我不给 你快点上交 快点给我 好了好了 我跟你说吧 这钱还有其他用途啊 你有什么用途啊 哎呦 这三八妇女家 不是马上就要到了吗 我准备给你一个金屎 真的吗 真的啊 你不是平时说 我不说你礼物吗 说我小吃 我这是准备给你买个礼物 哎呀 那你早点说嘛 我好准备准备 我这不是想给你一个金屎吗 哎呀 那你早点说嘛 那你这钱留着吧 给我买礼物啊 嗯 行行行行 你要买好的礼物啊 哎 知道了 哈哈 一个字 绝